SKAY 野球TV SKAY 辛苦耶 哈哈哈哈 現在有點辛苦 對 現在疫情又有點上升了 對 現在疫情上升 有點上升 對 然後 也影響我們很多行程 嗯 對 然後有些合作都暫停 嗯 那 我們好像也 只能 當然我們還會持續上片 我們還有一些片量還沒有剪完 對 對 那希望說 在這些片量還沒有消化完之間 我們又能夠再安排一些拍片 嗯 對 只是我們還是可以拍 只是 內容可能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往 沒有 暫時沒有辦法往外走 對對對 但是就是 我是覺得我們也沒有 也不需要硬要 嗯 去拍一個 朝一個球場拍什麼的 我們還是待在家裡 等疫情稍微 下降一點 對 我們就是希望說這個 當然因為 我們有極高的這個 防疫的意識 嗯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可以 度過 用原本的一些經驗來度過這一段 對 還是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我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 可能沒有兩個星期這麼快 嗯 需要一點時間 我覺得 我覺得 兩個星期是最好 可是我 我不是不樂觀 是因為我覺得說 太多潛在的因素 對 那我們基本上先 直血 我們現在先做的事先直血 這個是 不要讓疫情再擴散 對 對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影響大家的生活 嗯 很麻煩的 已經很麻煩 對 更何況說其實我們有時候 靠的就是需要一些人與人的互動 我們才能夠去 甚至就是到了生計 就是我們有一些 做生意啊 就本來就很難做 嗯 對啊 你看這些夜市啊 然後還有就是 對 現在夜市 空空的啊 空空的啦 然後西 因為我就住西門町那邊嘛 所以 昨天 不要害怕 千萬不要害怕 昨天經過的時候就是 真的就沒有什麼人了 對 對 武昌街從頭可以看到尾 對 從中華路可以看到電影街 是假的 沒有人啊 沒有人啊 真的沒有人 我是覺得這個是應該的啦 因為 因為其實 我有很大的感觸啦 就是說 你看喔 就是 本來 大家都熱熱鬧鬧鬧的 對 然後呢 放假都車水馬龍的 嗯 然後可是 好像 欸 對 有這麼一回事 你看我們從小到大 到大 對不對 經過我們經過這麼多繁榮的一些時期 嗯 對 然後你看突然 很突然 哪一個疫情 這種 大自然的反撲 的一個 一個 病毒 一個疫情 然後造成說我們的生活習慣 對 怎麼大改變 對啊 那種感覺其實 沒有人 沒有人想像不到 所以我沒有想到就很像 我有生之年竟然遇到 賈伯斯發明的iPhone 又遇到 我遇到 欸 SARS你還在哪裡 SARS 你在哪裡 那時候應該已經在 欸那時候 不知道退伍了 你還沒退伍 我在當兵 應該還在當兵 對對對 SARS我在當兵 921的時候我在當兵 哦 你比我早入伍啦 對 我18歲就 我18歲就入伍了 921的時候我在台中 而且我離正央很近 哦 然後我那時候是在晚 凌晨1點多嘛 我記得 你是不是以為有人跌倒對不對 我以為是那個 那個 算了 不要講 不是 沒事 沒事 我跟你講就是 我那時候是嚇到 921的時候我是嚇到 然後我整個就是 站不起來 因為 已經快睡著了 突然覺得 有人在搖我 哦 那個晃的 然後我站不起來 因為 搖得太晃了 你知道那種晃到就是 你想要站起來站不起來 那種晃 你知道有多恐怖 是啊 對然後呢 我很慶幸 因為我那時候是住在我台中的姐姐家 然後 我前面 我睡在荷房嘛 然後前面有台 很大 以前很大一台印象管理電視 竟然沒有倒下來 哦 以前的電視很重 對 然後又很大台 我很慶幸那個電視沒有倒下來 倒下來 倒下來 可能我的腿就沒了 蠻恐怖的 真的 對啊 所以 那時候是你 你921在當兵 我921是 準備入伍啦 因為我大概沒多久就收到兵當 然後結果我SARS的時候是在當兵 我記得我還在忠烈池住房 我是一隊的 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遇到了啦 就像說 沒有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可是這個就很像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哇 你知道看那個一些影片 生化戰 你知道看一些影片啊 對 你知道他們那種呼吸急促 很像那個 威爾史密斯演的那個 有部電影《我是傳奇》 哦 我知道 然後我就是 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就 他那呼吸的那種 感覺就很像那個 那部電影裡面那個 殭屍的那個呼吸的感覺 當然我們不要想那麼多啦 對 我們只是 這個疫情已經夠糟了 對對對 這影響得太多太多人 我相信在上禮拜六啊 在上禮拜六 這個警戒一公佈啊 我相信每一個 各行各人都會大亂 非常混亂 我覺得現在就是讓自己 應該說我們要做好那個安全措施 就是你酒精就要戴著 對對對 對 酒精要戴著 然後 我們現在也是戴兩層口罩 對啊 對 戴兩層口罩 酒精啦 洗手啦 嗯 頭罩啦 最後就盡量掃 我們今天其實是 今天其實是特別拍這部片呢 我們也就是 也 準備介紹一下我們的一些 像 他隨身會帶酒精 對這個真的要戴著 我也有 但是呢 我還有在多戴這個 這種 洗手的凝露 對洗手 保持乾 那個啦 手就是要洗乾淨 這個都很重要 我們隨時隨身攜帶 對 然後呢 還有我還有帶 因為有小朋友嘛 還有帶食指薪 因為是有酒精的 嗯 有酒精成分的食指薪 然後我家裡都買一桶酒精 75% 對啊 然後口罩不用講 那個你看我們現在 我是覺得啦 安全啦 就是 你要戴兩層那種 一個是一般 或是兩層 一層醫療 一整一般都可以 對 然後帶醫療 然後 帶一個像我們這種 布的口罩 嗯 對 其實基本上它是 防潑水的 防潑水 對 也就是說在第一時間之內呢 是完全滲透不進來的 飛沫的時候 它至少是在第一層 對對對 它也不會馬上都第二層 然後呢 這個隨時 要洗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可以兩個替換 然後洗乾曬 然後裡面呢 就隨意戴一次 基本上戴半天 一天我就丟掉了 嗯 我不會再戴到第二天 我覺得這個布口罩就是 你除了 你如果 覺得洗很麻煩或幹嘛的話 你 出門回來 你就酒精噴一噴 也可以 對 一定要噴一噴 它雖然不是醫療級 嗯 可是它竟然可以 它可以防口罩 就是完全防掉那一層 對 它真的是不織布 它就等於說是沒有辦法 嗯 沒有辦法直接滲透進去 不是吸水的那種 對對對 所以 我們第一層先防護掉 對 然後我們再戴 再戴這個 醫療級 裡面這一層 對 裡面這一層 這個醫療 像我們可以 可以用那種醫療級的口罩 你買口罩還是要買醫療級的 對對對 不要買一些有的沒有的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 現在 警戒升級 嗯 我們其實在上一次 上一次的時候 我們只有戴一層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 這口罩也還沒做 嗯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都覺得 蠻恐怖的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那一陣子就很容易感冒 嗯 很怪可能整個 整個那個空氣裡面都充滿病毒 嗯 還好我們都以為那一段時間撐過了 結果現在又開始了 所以大家的那個危機意識還是要有 不能鬆懈 對 對 真的不能鬆懈 所以今天我覺得 呃 我想了 我想了一個小小的活動 嗯 反正 呃 我們 這一陣子 如果在沒有拍片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會想一些直播的 跟大家互動 對 跟大家互動 對 然後我們今天先想的第一個 就是 我 其實我們的頻道呢 也一年多 就是 從第一集 從第一集 任的那一集開始 我們已經一年多了 一年 一點點而已 對啦 快半個多月 對 我們大概是四月底上第一集 對 對 那現在已經 五月中 嗯 我們 也算 也 也 小小的回饋粉絲啊 嗯 嗯 呃 其實我們蠻意外的 像我們有時候直播啊 然後 跟 這些 呃 影片 或者是 粉專下面留言的 其實都 開始就認識一些新朋友 對 所以很謝謝你們一直支持我們 對 那這一次呢 我們辦 我們想要回饋一下 雖然還沒有五千 嗯 我那時候有說嘛 五千 回饋一個很大很大的回饋活動 我們想要提早送口罩給大家用 對 我們就是我們先辦個小活動嘛 那因為我們有做口罩 嗯 那我覺得在這段期間呢 其實口罩可能對大家也會有幫助 嗯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小活動 我們先送十個 嗯 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 就是說就是在我們的粉專 這一篇po文 好 這一篇po文下面 好 這一篇po文下面呢 你就 標註三個人 標註三個人 對 然後選一部 你看過 嗯 你覺得我們 製作的這些影片之中 我們 所期我們的企劃 你最喜歡的一集 對 然後 跟我們講說 你為什麼喜歡這一集 然後再說出感想 對 說出感想 好 那重點來了 第一個先請你take三個人 第二個呢 就是你最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是哪一集 嗯 把那個 把那個連結貼過來 那第三個呢 就說出感想 對 你為什麼喜歡這一集 為什麼喜歡這一集 很好笑啊 或者是 對 還是很本人 有很本人的嗎 沒有 就是可能 哦 出頭很多啊 對對對 很北藍啊 或是覺得誰很搞笑啊 對對對 之類的 還是覺得很有意義 也都可以 沒有關係 那 這三個條件呢 我們會在下面留言呢 會抽出 十位 嗯 會抽出十位朋友 我們會送你們我們的口罩 對 那 這些留言裡面呢 我們也會 再找出一位 嗯 我們到時候會加堂妹投票 對 我們會仔細的看 看你們的留言 對 我們不是看一看就算了 我們會真的就看 我們會再投票 對 再選出一位 嗯 再選出一位 是我們認為你寫的 感想最好的 對 對 然後我們再會再 多送你一個 再多送你一個手 對就等於你有兩個 對對對 這是一個小活動啊 嗯 我們想說跟 就算這個防疫期間還能跟大家互動一下 對 好不好 那就是一個小活動 然後呢 就是你們就記得 有三個人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我們的這個 你喜歡的哪支影片 對 他的YouTube連結貼過來 第三個呢 就是 請說一下你的感想 對 為什麼喜歡這一支 對 所以說我會抽出十位 嗯 另外再加一 好 再加一就是 寫的最好的 對 我們最喜歡的 對對對 多送你一個口罩 對送 那會 我們兩個人投票不準嘛 會再加堂妹進來投票 對 好不好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 就可以 這樣子就會有 單數票 才能夠有勝負嘛 才有競爭喔 才能選出那個嘛 對對對 那今天就這樣子 我們就 到時候我們這個小活動呢 我們就先送 十一個口罩 嗯 十一個口罩就是這個 然後希望大家 抽 有 這個中獎的朋友呢 就是 也能夠幫助到你們 然後我們剛好就是 會饋一下這樣子 喔 我這邊有一個重點 重點請說 就是 抽中你的話 你真的要趕快跟我們聯絡 我們也會主動聯絡你 對對對 對不要 就是都聯絡不到人 這樣子 以後就失去這個口罩 對會公布名單 對 然後反正呢就是 就是 我們要為期多久 我們為期一個禮拜 可以一個禮拜 好不好一個禮拜 我們就這一個禮拜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的下午 下禮拜一的下午 下午啊 或晚上 對 我們看我們的時間安排 因為畢竟現在 防疫期間 我們盡可能安排一下 下禮拜一 我們就抽出 十一位新鵝 對 那你一定要趕快 把你們的那個 正確資料 留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趕快寄出 趕快給你們使用 對 那時候名單出來的時候 就趕快私訊小編 好不好 OK 好那今天就這樣子啊 反正就是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 然後呢 也希望這一個頗運期 大家平平安安 不要有太多的 我還不敢看新聞 因為現在應該 應該是 昨天的確診 人數應該 應該又跑出來了 就少去人多的地方啊 然後也不要說 缺少什麼物資幹嘛 就一堆人擠到賣場去 這個真的不行 拜託一下 不要搶 台灣的物資是夠的 這些東西 不會停止生產 對對對 拜託一下 不要再搶東西了 這些都第一個 不會停止生產 所以你根本 大概就是這些物資 沒有缺乏 對 所以說不要去搶 然後去搶的 沒有意義 我跟你講 然後如果又遇到停電 那東西又壞掉了 對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你搶了一大堆 然後 你放在那邊 結果自己也忘記吃了 你是不是要丟掉 要浪費食物 就真的是浪費食物 這些物資絕對不會缺 而且我剛剛不會停止生產 這些東西都不會缺的 所以不要再去搶物資 對 但是我倒覺得說就是 偶像口罩也不缺 口罩也不缺 口罩不缺 然後這些 這些酒精類的東西 也不缺 對 完全這些物資都不缺 所以請大家都是 保持一個平常心 酒精不要囤 對 因為你真的有需要的人 你還是要 你不要囤了一大堆 有需要再去買 對 可以多買一點 可是不用搶 也不用囤那麼多 不要去囤那麼多 對 你可以多買一點 或是買一大桶 可以用很久很久 因為這酒精不能換錢 我跟你講 對 真的不需要囤 真的真的 不要去浪費這些東西 對沒有錯 好啊 那今天就這樣子 那就是 希望我們趕快回到 因為我們現在球場也不能去了 暫時 對 球場暫時也不能去了 對 那我們就 我們還是會到 空空一點的地方 或是 或是 我們也不能去健身房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選擇一些地方去 活動活動 空曠的地方可以 但是不可以聚集 不要聚集 一堆人這樣 那我們就也會去活動活動 維持一下自己的一個狀態 對啊 然後說到這 大谷翔平第12支全力打 哇 全力打王 我告訴你 這傢伙不是人啊 太扯了 沒有人 從來沒有人把美國職棒MLB 當夾子圓打 聽說 昨天一支 單手就過了 對 單手就過啊 這不是跟柳田悠奇一樣嗎 不是 他重點是 原本是落後 而且 第九局 逆轉全力打 然後終結者 他應該是 天使的終結者 出來 我告訴你 我想到了 我不是有一款MLB的遊戲嗎 我就是要用 大谷香檳 我去更新他的資料 超屌的 又多嘴 可能講不完 今天就這樣 好 那就 祝大家平安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記得 留言 參加活動 送口罩 好不好 要標註三個人喔 我們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就會抽出 十位幸運兒 再送一個 口罩給 我們最喜歡的留言 好不好 OK 那就這樣喔 野蕭TV SKV SKV